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是越来越好了呢 还是趋于平淡 那当然是越来越好啊 越来越好 好在哪里呢 最好的一点就是能给像我这样的一个全职妈妈 就我已经两年没有工作了 就是能给我这样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都有机会能上到这样的平台来找工作 这就是最明显的好的一点 你既然是非你莫属的老粉丝 你最喜欢的企业家是哪一位 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好为难我 就是我特别花心 其实我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必须得选一位 不在场的就留在心里吧 说说今天在场的 别呀 你留在心里干什么呀 万一那个不在场的 能够影响在场的企业家呢 对吧 最喜欢的就是有很多很多 然后并且有变化过 然后今天最喜欢的就有 贾君老师还有赵小爷老师 还有各位大家都喜欢 你不是四川人吗 对吧 你知道我们在场企业家谁是四川的吗 就是杨仁小姐姐 那你怎么不喜欢我呢 我当时喜欢你啊 我就是还埋在心里没说出来呢 你当时问出那个话 说这么多人你最喜欢谁 你知道我们所有人心里都突突跳 生怕 生怕自己落选 你了解潮汐吗 对呀 潮老板了解呀 就是特别可爱的一个 这个就 我失望靠柄啊 犹豫了这么长时间 这么高情商的人 竟然夸不出我来 不行啊 你这样的话面面俱到其实不是好事啊 好 我还是说出来吧 虽然我刚开始害怕我老公看到这个节目 但是我还是得要说出来 我之前一直就是看到丽总 就特别喜欢丽总 对对 丽浩阳啊 对 但是是有原因的 除了他长得很帅 然后就有很有型 主要还是因为我之前自己有做过一段教育 然后呢丽总那边又是一个教育公司 且我对他们公司就是虽然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了解 嗯 对对对 那你这么喜欢丽浩阳 你今天来到非你的舞台上 你的意向企业和松鼠AI有关系吗 可以有关系 关于教育类的都可以 教育类的都可以哈 工作地点是哪里呢 在北京最好是朝阳或者海淀都可以 具体到区了都已经哈 那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呢 6K 意向岗位是销售顾问 对 你们能想象得到总是满脸笑容的喜梅 她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的情况吗 想象不到吧 就看不出了 就是因为我之前自己也上班嘛 但是后来一结婚有了孩子之后呢 就是不得不就待在家里头 我对我自己这个性格 就是这两种生活状态有很大的冲击 就突然一下子就是那个落差感会特别大 再加上本来也是一个是新手妈妈 新手妻子 就是对于家庭的问题很多就解决不了 再加上又没有 就是不能到职场的那种氛围当中去 就也没有人能倾诉 而且我老公 不是说我老公不好 就是他体会不到我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状态 就感觉没有人能倾诉 就是我怀老二的时候 老大才一岁多 就是刚刚刚刚从把老大 好像开始一岁多 我可以马上可以回归到职场的时候 就那种欣喜的状态 插一下子 哎呀又怀老二了 然后就是哇塞 这个这个这个痛苦的边缘 离我还有多远 就是那种好像看不到镜头 就有点看不到希望那种感觉 后来有跟他聊 他他才天哪 你你是这种状态 他说他后来说 他说我以为你现在这种状态很好 是我能给你的最好的状态 他就觉得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复教子 多好呀 在家里 彼此考虑的那个点不一样 因为我考虑的点可能就比较自私 就是考虑到我 我把孩子安顿好之后 我就想上班 我觉得我需要上班 我需要工作 但是我老公可能考虑的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他可能就是大的一个范围 大的一个格局来吧 就是我现在孩子呀 两个孩子该怎么就是先把 你先把后院安顿好 他在前边 反正也不 不是 就是现在也不需要我来出来 就是来上班 整天 你父母都不知道 你没有跟任何身边的亲人朋友 对对对对 然后自己就百度就搜啊查 然后人家说你这可能是抑郁 然后说什么轻度重度 那个就是有那个级别 然后我一看 我可能在轻度和中度的那个边缘 然后然后好像不行 然后自己也有做一些尝试做一些调整 我现在就很好玩 而且因为我现在老二也挺大了 就是我今天能有机会到这里来 就证明我基本上已经就家庭的准备 和我自己自身的一个心理准备 都都已经做好了 就不能卖苦情 对不是 倒不是卖苦情 我很好的 戏梅 那我想知道这半年 你是透过什么方式疗愈了自己的呢 不是不是夸张的 非你莫属 我真的是 尤其是不开心的时候 我经常会看 为什么会看呢 看了之后能给我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待在家 我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我一看非你莫属 就是就看完之后 我能够 我好像有一根神经 我好像 我可能比那个在场的那个选手 可能比他再好一点 或者是 就算不如他我能学习 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身处在职场当中 就是给我很大的支撑 真的 比你力量了 对 而且之前有好几个 就是表现特别好的 我自己还拿个本记 他怎么表现的 这个问题怎么大的 事实上他做的确实是比别的现场要好 我们给他夺掌吧 谢谢老师 在这里我也代表 非你莫属全体工作人员 向你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 表示深深的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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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姑娘我们夸你 不是说因为你夸了我们 而是你的情商真的很高 我倒不支持 潮汐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姑娘不是情商高 是真诚 是真的发自心底 对非你莫属的爱 内心是特别温暖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那种温暖感是我们看到他底色里就是一个快乐的女生 对 从他上场到现在我们整个交流这么无障碍 他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个人 你觉得你在家生了两个孩子 和你的那些同事相比 你心里是不是会有巨大的落差 会有落差 特别大的落差 我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 然后我们很多大学同学都留在国外 会发现他们都 就是至少从朋友圈里头能发现 就是能看得出他们都活得 就是特别的潇洒自在 起码 就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真的过得特别好 但是 但是 就是但是 就是那个状态真的是 就是起码是我能 我羡慕 我很羡慕的 朋友圈起码活得都很好 西梅你放心 他们也有很多人羡慕你 对啊 我就很羡慕喜梅 你知道吗 小叶姐 对 你喜梅又状态又特别好 我觉得当什么女强人呀 我觉得 就是最幸福的就是 你可以当全台 当两个孩子的妈 对吧 我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的 人生目标呀 我觉得 因为你今天说你关注教育 你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行业吗 了解 我都查过 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嘛 遇到很多女性方面的 就是一些困扰 就我好想就是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 就是像陈薇姐姐公司这样 就是能够帮助女性 尤其是像我这种 就是需要帮助的 全职妈妈的这样的女性 然后就是做一些 就是各种提升啊 能力上的内在外在的一些提升 我觉得这样 特别棒 对对对 就特别好 我都觉得不需要提升 我觉得其实就是工作治百病 真的 就是她只要回到工作岗位 找到一份你喜欢的工作 那个工作那件事 本来就能极大的疗愈和给你能量 来吧 鞋家们喜不喜欢用灯说话 来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恭喜你 洗眉 谢谢 在第一环节的最后 台上还有十盏灯为你留下 我问一下杨蓉 杨蓉你灭灯的原因是 说实话我觉得我挺喜欢洗眉的 但我觉得洗眉现在状的挺好的 我觉得我在她面前 是我要向她去学习的 其实为什么灭灯啊 就是 大家都看到她特别好 她甚至自己都认为自己特别好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隐隐约约的感觉 你很在乎所有人的感受 你不太在乎自己的感受 你不太敢表达自己 这其实有可能给你 接下来的职场路 埋下一个隐忧 好 OK 来 我们进入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因为我确实没什么才艺 昨天晚上在家跟我儿子一起 创作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作品 然后可以跟老师们一起玩一下 就比较有意思 致敬我们非你莫属 致敬非你莫属 好的 好的 谢谢 来 潮汐 来 姚伟 来 杨蓉 你作为老乡 你来支持一下吧 对吧 先把动作交给我们 这样 这样 其实就这么简单 后面跟着来就好 好好好 来 我们试试啊 我唱 好吧 开始了啊 有个节目 它很伟大 这里这篇信息 都很公开化 有 有个节目 它很伟大 让我的梦想从这里发芽 它的名字 非你莫属 多幸运我能来到这里啊 她的名字 你我都亲属 祝愿非你莫属 越来越好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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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尝试当中最有意义的一次 这是昨天晚上和孩子一起创作的是吗 对 昨天晚上想起来的 还有词 还有曲 自编 自演 然后还自导带领我们一起来表演 再次感谢你 喜梅 也感谢三位企业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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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前面大家都很喜欢你 但是呢 说实话 因为你休息了几年 对 对 对 然后你包括你刚才展示的 其实跟你未来的求职的关联都是不高的 你就挑一样你觉得你最有典型意义 或者能体现你才能 好的 之前的工作经验其实基本上都是销售 卖房期间然后我记得应该是有两次 就是得过那个我们区域的一个销罐 当时业绩应该是50多万没记错的话 那你都得销罐了 要不今儿就现场演示一下卖房嘛 因为这估计是最有场景感的 这样叶子龙有一个二手房 然后徐磊看好了想买 他们俩现在在价格上没有谈妥 你作为中介你怎么来努力促成这一单生意 这个场景还是蛮多的 哎呀 重操酒艺 重操酒艺 好可爱我觉得的 叶总是房东 对吧 叶总 我是小柯 那房子你不是都看过了吗 对对 我知道 是我最近刚刚装修完 但是呢 就是你知道这个缺钱 就特想把它卖出去 赶紧卖了 叶总 我知道您的意思 咱装修确实挺好 但是这位先生呢就是他们自己还想按照自己的装修风格装 然后价格方面稍微的有一点点 就我上次电话里有跟您提到 咱们之间稍微有一点点的差 这个我不太同意啊 就是我卖我的房子 我装修的就这个风格 嗯嗯 你知道这刚装完这个成本就又增加了好几十万啊 不过现在咱房子不是要卖吗 对吧 这就是得卖给别人 得要接受别人的感情是吗 反正是这样吧 我那价钱都报给你了 嗯嗯 好不好 你也都知道了 对吧 你给我找一个 这个对眼的买家 喜欢的 好吧 你这个事交给你了 嗯 那这样好吗 叶总 您先在这稍作休息 然后我给客户打打电话 然后我先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好吧 好 那您先休息一下 嗯好 嗯 许总 怎么样 帮我谈下来了吗 嗯 他这个房子肯定是诚心卖的 嗯 只是说呢 咱们也看到了他这个房子的状况 我也诚心卖 对 我知道 我也跟他说了 对 他就是觉得 嗯 他这个装修呀 就是真的是自己花了很大的一部分心思在里 那你也在中介干这么多年了 俗话说买房不买装修 因为装修是每个人自己的风格 我只能从全拆了从来啊 嗯 我觉得差不多了啊 我觉得可以了 我好替他着急啊 对 估计你确实可能离二手上啊 那个时间有点长了 哎 我会觉得他那个消灌 我都想不出来 他是通过什么完成的 怎么得来的 他应该是 他真的招人喜欢 那性格好 好吧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职场情商课 工作的四个阶段 你觉得你处在哪个阶段 阶段一 一 领导画饼我被忽悠了 阶段二 领导画饼我没被忽悠 阶段三 领导画饼我假装被忽悠了 阶段四 领导忽悠我 我也忽悠领导 你就这么妖魔化我呢 其实应该算是前面两个阶段吧 因为我之前基本上都是做销售嘛 就久了之后他可能会皮 我们是需要那样类似鸡血的东西 来激励我们一下子 就是刚开始是真的是相信的 然后到后面可能久了之后 就有点就是自己能把自己摘出来 就就是不太相信 但是再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在不相信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反而还希望自己能够相信他说的东西 因为他说的这个东西对我有用的话 能够激励到我 就是目前我这个 就是我经历的是这个样子 我会选择阶段一 领导画饼我被忽悠了 因为我们做过企业的人都知道 一个优秀的领导必须具备有这个愿景的能力 饼的实现在于我们所有人真的傻傻地去相信了 最后就真的做成了 我想的是这样 刚才那个老师说的是领导画饼就是对企业愿景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听了他这个话以后觉得领导给我一个企业的愿景的规划 我应该给领导一个企业愿景规划 所以我应该选择四 领导忽悠我的时候 我也忽悠领导 不给对方一个企业愿景相互打气 陈梦宏你赞同何文的观点吗 当然不仅赞同 就是刚才的回答都是60分的 我们应该站到领导前面给领导画饼 领导只因为我来了 所以我们的业绩能做成什么样 来 我问一下周伟 你有感觉遇到过陈不衡或者何文这样的员工画饼忽悠你吗 有 基本上面试的时候都忽悠我 原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其实我觉得企业里边有一种叫做相信相信的力量 作为企业主 我们要给员工给你画出那个饼 要给他足够的让信任你的理由 当然把这个任务给到的时候 员工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表态 我会去努力 我有能力 所以我觉得背后我看到的更多的是 我会选四 相信相信的力量 一个企业需要一个同样的价值观 同样的愿景 然后每个人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相信相信的力量 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两种相信 共同凝聚成一种力量 来 第二环节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三盏灯 进入谈前不伤感情 我们先从甲军开始 喜梅 藤彦教育给你提供的岗位是社群运营 底薪是五千 加上你的提成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我们随时奔跑篮球俱乐部可成顾问的岗位 松鼠AI给你提供的岗位是商务BD 就是我们商务拓展的这个部门 它就是项目销售 那提供的薪资呢是六千加 底薪是六千 然后工作地点呢 因为我们做商务拓展 它就没有固定的地点 基本上是全国跑 好 接下来走到他们三位 某一位的当中灭掉灯 看看啊 它会灭掉谁的灯 这么喜欢李浩阳 相信相信的力量 对 我已经猜到了 那我要是他我可能会这么选 就是开始先 相信灭掉他的力量 告诉你 进公司以后的人都喜欢我 真的 我也喜欢你 只是那个全国跑确实有点困难 对对对 谢老师 老周你真的没有 你没有李浩阳的这个影响力啊 好吧 来我们有请赵小叶和贾军 走上我们的竞价台 好 那么我们看到贾军这边 藤彦教育给出的薪金是五千加 然后随风奔跑给出的也是五千加 赵总 咱们这边是 就是在北京哪个地方 如果你要是来入职的话 那么我们提供两个工作地点 一个是在这个我们的立泽校区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世纪城校区 贾总 好 接下来 咱们这边是 就是休周中还是休周末呀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 六日休息的 好 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做出你的选择 选择贾总 好 谢谢赵总 恭喜贾军 也恭喜喜梅 谢谢赵总 真的特别喜欢你 其实他去教你 我还是非常喜欢你 期待工作那个状态 特别棒 期待你有工作的妈妈去交流 好 谢谢 谢谢 祝贺你 喜梅 谢谢老师 老公知道来非你莫属吗 不知道 那你今天回去以后 告诉他这个天大的喜讯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回去应该会很嘚瑟 因为我原本想的是 如果我在这表现得不好 那我的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表现得挺好 我回去我的世界全部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借着这个好消息分享的机会 和你的先生开诚不公地谈一次 因为毕竟嘛 工作以后 你们两个人也要面对一种新的生活状态 也祝你们一切顺利 谢谢 再见 谢谢老师们 希望你今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的 最大的收获是 就是找到了一个自己觉得比较合适的工作 特别高兴 很激动 小乐子啊 你回头不上班的时候 我养了呀 拜拜 拜拜